本江連續16日,本地零確診,再度斷攬 患者是機場地勤 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家人的檢測暫時都是情陰性 當局相信比較大機會在機場感染病毒 有進化報導 確診的27歲男人是感染L452R變種病毒 CT值18至22,有傳染性 暫時未找到源頭 同父母一起住在大埔混頭堂村混亨樓 沒有接種過疫苗,曾經跟家人去東涌黃麗屋邨金泰屋餐廳吃飯 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在機場做地勤 潛伏期間曾經接待過9班航班 分別來自馬來西亞、內地、台灣和菲律賓等地 涉及30多名機組人員,大部分都已經打了針 但仍然要去檢疫中心檢疫 患者的父母和兩位姐姐的測試都是情陰性 家人傳給她的機會暫時就不是那麼大 我們都會覺得可能機場就是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究竟是在哪裡,例如同事 他接觸過一些乘客或者是怎樣 都是侵著這方面去調查的 中心說患者星期日開始發燒,喉嚨痛 同日去運投堂村商場一間診所看病 上星期四曾經上機場和50至80名同事一起參加寬送會 期間曾經隨口罩拍照 連同她在新達廣場做兼職的同事 一共有180人需要接受檢疫 拍照時大家比較親密 又沒有戴口罩,當然也有風險 這也是個原因我們需要將他們全部送去檢疫中心 當為一個緊密接觸者 環保署早前也曾經在日雅院一帶街井的污水樣本 裡面找到新型肺炎病毒 環保署之後再縮集範圍 確定是混亨流的污水樣本帶有病毒 也即是患者居住的地方 有線電視記者由晉華報導